我现在的部门叫做Covid Finance 其实它的全称叫做Shared Financial Services Center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finance部门 我们会尽管所有的business area 比如说像你的养老保险 你的投资 你的个人险 你的生命险 对吧 都是由各个不同的business area 他们去销售 有他们自己的customer service 我们finance部门的工作任务 就是不单于的去看每一条 我们把所有的business area都统收在一起 然后我们再进行分析 像finance每个月就会有很多的报告 要报告给我们的CFO 以及每一个business area他们的VP 告诉他们说 这一个月这个季度 我们跟我们的预估比 是产品败的好还是不好 那你的费用是高于了预估 还是低于了预估 那我们都会及时提供分析 那这样子也会帮助管理者 在这一年 尤其是年初的时候 或者是每一个季度初的时候 他们可以更好地去评估风险 来帮助他们更好地去 去完成他们的业绩目标 当然我们的目的就是 通过各种分析 来帮助我们的shareholder 投资我们公司的股票的人 得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是的 那我平时做的这个工作 除了之前有简单的提到了 一些关于reporting 那很大的情况 就是在做分析 对吧 因为我们是统筹 看所有的business area 所以一旦哪一个环节出现的问题 那我们都是第一个上去 然后去做这个桥梁沟通的 因为做销售的人 他有可能不知道 后面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那在我们这个后面 运营的这个人 我们就可以轻轻去知道 每一个环节 每一条这个线 这个点是怎么连在一起的 哪出了问题 就是让我们出去 去解决 像ManyLab是一个 这个public company 所以我们这个员工人数 也是很多的 加上我们的这个保险 销售的这个agent 在加拿大 我们有超过三万五千名员工 所以说是两大的一个企业 对 那当然我们的部门也就很多了 分门别会 对对 那像我的话 平常我就会很关注 我们的这个Yammer page 在我们的ManyLab 有一个公司的联系的 这个social network 叫做Yammer 然后在上面 我们经常就会 各个部门 偷他们的有什么event 比如说launch and learn session 比如在每个中午的哪一天 有一个部门就会说 如果你想了解 我们这个部门做什么事情的话 feel free sign up 你可以打in person 或者是你那天再加上班的话 就可以在家work from home 然后来听 大家介绍他们每个部门 是做什么的这个事情 然后另外呢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团体 一个组织 他就是去紧密地去 连接所有的这个部门的这个同事 当然的这个 因为里面讲 就是这个question worth one million dollars 是一个百万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在学生时代 我们总有很多的 人生未来的方向目标 去进行这个选择 比如说本科完了以后 读不读研 那考不考证 那还是说找工作 完了以后再来进行其他的事情 还是说结婚生个孩子算了 对吧 今天总是要进行的 对吧 当然挺快话 讲一个玩意 像这个疫情期间 不是掌握本 就会去生孩子去 对吧 对 所以说 我觉得极早做规划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 对于我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说 工作经验是很宝贵的 因为我在本科的时候 我读的这个专业 就是含有这个co-op 那当然像我知道 咱们的这个金融优才 也提供很多的工作实习的机会 给这个学生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能提早的规划 自己的这个人生 是最好的 当然你说是找工作 还是考证 我觉得在你年轻的时候 在你还没有成家 业之前 你有时间 有这个时间成本 你就应该尽早去完成 其实招聘 特别是这个学生招聘 就两种途径 要么就是校招 要么就是你去 社会的上面的 这个招聘网站上去投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校招的话 是学生 就是你们学校的网站上 有po这个job posting的话 其实比较好的 这代表说这个用人单位 学校去招一个人 那这样子的机会 你一定要把握好 而且学校也提供很多资源 给大家修改简历 然后做这个面试的培训 那第二点 就是最普通的 就是应该是说 最更流行的 放的更广的 那就是去 社会上的这些招聘网站上 去招聘 大家随意打开一个招聘网站 你就会发现 每一个这个posting 你可以看他 看到他有多少个人 已经看过了这个职位 那你都会瞅目结舌 有可能一个职位 已经被七千个人 八千个人浏览过了 对不对 那有些更好的网站 他会告诉你说 已经有多少人apply了 那你也会觉得很恐怖 好像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已经apply了 那我怎么样 让我的简历可以投影而出呢 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tips 就是我之前在这个 抖音上看到的 但是是一个VP讲的 他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你投简历的时候 很多的这个关键字 它是由电脑 进行第一轮的这个筛选 对不对 那你可以做的 就比如说你把这个posting 整个copy下来 放到你的简历上面去 但是你把它字体变成白色 或者什么之类的 当然这个是我从抖音上学到的 就是说先让你的简历 能被电脑筛选进去 其实这一关是最容易的 剩下的你要跟人去面对面的交流 这个其实是很需要 这个沟通技巧的 你的面试只是你的广告 让人家认识 很多同学喜欢把面试写得很长 好像就是过于的过分的 要来宣传自己 也是没有必要的 你的这个简历只是你的广告而已 你吸引出了人家 人家才会让你去进行第一轮面试 第二轮面试 所以你的简历上 一定要注重你的achievement 你的成就是什么 你不要像一个品牌机 人家是不在意的 你做了什么 那是你的工作 那是你应该做的 那你说这个本职工作以外 你有没有为你的这个企业提供到更多 where is your value 比如说你说之前 我们都是纸上操作的 现在呢我把它电子化了 所以节省了我们部门 80%的时间 人家乐于的看到的是这个 对 然后呢你通过这些呢 就可以让你进入这个面试 进入面试了以后呢 人家可能才会问你说 那你之前是做了什么呀 那个时候才是你去销售你自己的时候 给人家更多的去提供这个detail 你以前做了什么 所以你的面试一定要 先把你的这个achievement给人家 人家才会邀请你去这个面试 那提到面试呢 有点小建议就是说 其实现在的这个面试官啊 他们更注重的就是说 你有没有为这个企业 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改变 而且你是不是一个team player OK 大家呢尤其是我们中国学生 非常注重自己的这个成绩 对不对 那如果你的简历上 只有你这个学习经历 没有任何的这个实习 那其实我觉得会稍微 有点困难一点点 但是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提到说 你上学的时候 你的这个project 对不对 你做的这些小组的这些活动 你的任何这个作业团体能力 你在里面里面 你是怎么领导大家的 怎么样去处理纠纷的 其实这些都是加分的选项 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样 去把自己的优势 更好地展现在你的简历上面 对